下一題是一樣的 就是給濃度給體積 然後呢做兩個把剛才的題目 是兩題現在變成一題 先求末爾再求質量 但如果你想要先求質量再求末爾也沒有關係 看你的計算的過程怎麼做 都可以 那我們就先求末爾 我們先求末爾再求質量 請問你第一小題0.1答案0.2公升有多少末爾 停車站借問 來 我們要找一位大帥哥 32 32號 一個末爾就好了 0.0.02末爾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0.02末爾 好的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跟各位講的 打公式 當作公式背起來啊 就是末爾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體積以公升做單位 M乘以V就會算末爾 所以呢 就0.1答案告訴我了 0.2公升 而且還不用換 就是公升 就直接乘 這就0.02末爾 就第一個小題就解決了 你解決完第一小題之後就可以很自然的解決第二小題 就是有東西的末爾 怎麼去求他的質量 有東西的末爾怎麼求他的質量 OK 好 來 這樣子咧 應該是多少咧 我們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10號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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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號 多少 0.8 0.8 0.8 你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0.8 就是剛才的最後跟你講的末爾求質量嘛 小瓢蟲質量除以原分質量等於末爾 把質量遮住 就是末爾乘以原分質量就是質量 那你就需要知道分質量 氫氧化鈉算出來分質量40 那就往裡面乘就好了 然後呢末爾速乘分質量 然後呢就會算出來是0.8公克 所以練習12只不過剛才的 立體跟練習10練習11 綜合起來而已 綜合起來而已 就是求一下末爾 求一下質量 OK 再說一次一個重點 求融值的末爾速怎麼算 有末爾濃度的時候 容易的末爾濃度乘容易的體積 體積公升座單位 就是融值的末爾速 末爾等於m乘以v 再說一次 你可以把它當作公式 背起來 因為我們常常會用到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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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